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 那現在北海道 終於正式入冬了 今天下了一場大雪 那大家各位一起走吧 看一下這一個美麗的雪景 然後邊開箱我們的 北海道伴手禮 第10波 這邊已經完全都是被雪眼蠻的 一片 雪白色的世界 就好像探索人生的感覺 好特別喔 北海道 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 他現在北海道 終於正式入冬了 那今天下了一場大雪 那我現在所在就在 非常有名的溫泉溪 在定山溪 大家看到後面的雪景 一片的雪白 北海道的冬天就是這麼的浪漫 大家是不是很懷念北海道的雪景呢 那我今天這一集呢 就來定山溪一些景點啊 然後拍給大家 回味一下 然後呢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北海道伴手禮 終於來到了 第10波啦 再數下去就知道第10波 疫情今快兩年後 那這一次很特別有這麼漂亮的這一個 上面是一個聖誕樹 然後呢 這一次喔 我們的歷史坡基本上就是一個聖誕組合 這次呢有七大象商品喔 那一萬兩千五百塊日幣 包含運費喔 那就是亞洲區而已啦 有台灣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南韓 泰國 越南 差不多就這些了 剩下的就還沒辦法送到 那大家各位一起走吧 看一下這一個美麗的雪景 然後邊開箱我們的北海道伴手禮 第10波 來啦 大家來到雪地 第一件會做的事就是 不要不要不要 請不要玩雪 現在這麼冷啊 剛好來開箱第一件商品 白蘭蒂 奶油糖喔 那也是含酒的喔 在這個北海道啊 冷的時候啊 就要喝一點酒啊 暖暖身體啊 這我們第一樣 因為海道很愛搞這種這個裡面啊 這個包酒的這個糖果啊 白白的一顆 你看 試吃啊 喝起來了嗎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非常大人味的一格伴手禮喔 有酒喔 一定要不要給小孩吃喔 哇塞 這邊今天超冷呢 我覺得 沒有太多冬天的寶貝 我們這邊已經凍漿了 我才剛拍而已 薄冰也出啊 這個夜景一定要長紅啊 呵呵呵呵呵 會紅外套 會紅外套 耶~~第376游客 整條馬路都是我的 然後剛剛那個橋走過來交一分鐘 這邊有一個泰狼的湯 那基本上 這也是一個煮湯 是來泡腳用的 不過我是冷到實在是沒辦法 而且感覺蠻乾淨的 沒有在泡腳 我的臉已經痛到痛中了 如果有在泡腳的時候 千萬不要 重複我的動作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泡腳的 來啦 來我們就在這個煮湯前面 來開箱第一個產品就是 北海道帶油蛋圓 我們為什麼不選在室內開箱呢 哇這些產品都是我們 精心具找的啊 每一次販售伴手禮 基本上品項啊都不太一樣 耶 北海道的伴手禮 然後他都是用北海道的牛奶做的 然後非常的脆 極度脆啊 然後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濃郁喔 嗯 小朋友會很愛好脆喔 好吃 然後這一個啊 份量也非常的大 然後有16隻喔 所以可以一直吃下去喔 也蠻好吃的耶 很推薦喔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並三溪的溫泉街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前面這個街道都沒有積雪 這個道路下面都有避熱啊 所以他造成他都不會積雪 會融化掉 有沒有 這個 差別就很大 這邊雪積滿的 這邊就沒有雪啊 看一下這個 並三溪的大飯店 那我們現在走路過去 這邊最有名的吊橋 二劍吊橋 那 這邊已經完全都是被雪野蠻喔 一片 雪白色的世界喔 那右前方就是這個 定山溪這邊的一個河頭 來 現在這個就是冬天 二劍吊橋的樣子喔 在一片雪白的世界裡面 處的這一個 大紅色的吊橋 非常的喜目喔 那這個時間基本上面也會來的 呵呵呵 結果我跟Chill這兩個傻子 為了開飯的時候一台跑了 哇 你看喔 吊橋看下去這個就是風平川喔 它映照的一點戲啊 然後另外一面啊 就是這邊這個定山溪的溫泉飯店都在這一面 我看到正前方有燈的地方在冒煙 有人在那邊泡溫泉耶 哇好想去泡溫泉喔 來啦繼續我們來開箱 看到沒有這一個 旭山動物園獨賣的齁 上面很多圖案喔 很多這些動物啦 那不只有北海盜的 有獅子嘛 那就是旭山動物的一些動物喔 非常的可愛喔 那這個也是在這個 旭川那邊非常有名的 這個伴手禮喔 叫做葬森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了 我們來開箱這個 葬森的牛奶生巧克力 那這一家呢 也在旭川非常的有名 然後這個餅乾啊 就是屬於比較濕潤 綿密的口感 那吃起來蠻紮實的 而且香味蠻濃的 因為它的那個香味 越在舌頭上面 越可以品到它的這個 用料很實在啊 然後這一盒裡面有兩個口味 一個就是黑巧克力 一個是白巧克力齁 那主要它的這個外裝盒子 真的非常的可愛 很多旭山東人的動物喔 然後呢 釘山溪的溫泉有非常多的竹湯喔 那鮮技真的非常的冷喔 所以我要泡一下竹湯 暖暖一下啊 生子啊 那來到北海道呢 那建議你要穿這種高筒的靴子喔 不然真的非常的紅 如果你是穿運動鞋 絕對會滑死 你看這邊可以嘗一下冰火五重天 是什麼感覺 你看你的腳丫子 的 我們就來開箱這個 北海道產的薯塊喔 它總共有三種口味 這是松霧口味 這是迷迭香 這個是起司 三樣是隨機出貨 那這三款呢 在北海道也賣得非常的好喔 而且呢 這三樣的口味很特殊 你絕對沒有吃過松露跟迷迭鄉口味的薯條 來啦 這個就是松露口味的 它的口感也是蠻滋潤的 然後脆脆的 然後搭配上這個口味是松露的 其實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吃到松露口味的薯條 我覺得松露就是一種高級料理 你就是在吃什麼類似什麼高級餐廳才會吃到 那現在你吃這個薯塊就可以吃到 我也說不上啦 但是是好吃的 靠這個吃這個薯塊 有上高級餐廳的感覺 上面的這個圖示也蠻可愛的 是一隻棕熊 迷迭鄉 這個迷迭鄉的味道就好像你 泡那個迷迭鄉的味道一模一樣 但是它很特別就是搭配上薯條 然後有點微甜 然後大概那種迷迭鄉 香香的 這種滋味我真的沒辦法形容 因為我真是這一輩子第一次吃到 非常的特別 非常推薦大家買回去吃喔 然後我來介紹這一款伴手禮 那這是我唯一目前到為止 飛北海道的這個伴手禮 它來自群馬的伴手禮 那這一款在日本非常的有名 這個日本天皇也很愛他們家的一些甜品 那這個包裝呢 整個就是耶誕節限定的口味 這個在台灣絕對是買不到啦 你看喔耶誕節喔 非常的應景 一個打開它 這個包裝真的太漂亮了 有長安日本玩的 一定會知道他們家的這個甜品 但是它的這個法文 發音來我不太會念啦 喔 我要涼沒出來 我發文不好 包裝紙太漂亮 真的捨不得把它用碎 好漂亮喔 看起來就非常的高級喔 哇 然後翻過來 其實這邊還是燙金的 整個金色的 整個就非常的高級 有11個 然後口味都不太一樣耶 這個是店裡面的這個明星商品 抱歉啦 其實我都是第一次吃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喔 吃哪一個呢 先吃這個好了 它有名的法式麵包脆餅 想必看起來就非常的脆 它這個奶油非常的香耶 很好吃喔 難怪日本天皇都愛 我們來開箱這個很特別的這個叫做德式聖誕麵包 然後那在德國據說是耶誕前夕才會吃的到喔 真的好特別喔 這一盒這個吃起來的口感啊 跟這個蛋糕的這個口感層次跟北海道的完全不同 有沒有這個很 這是一個蛋糕 然後白白的是糖霜的部分 我來吃一口囉 吃一下什麼叫做德式聖誕的蛋糕 裡面的這些這個麵皮啊 也是屬於濕潤型的麵皮 然後裡面有這個柑橘 然後裡面有包一個這個核桃啊 柑橘還有一些洋酒的味道 這個滋味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這個我不只在台灣 我甚至在北海道裡面有吃過這樣口感的蛋糕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來買這一份伴手禮 我覺得有一種 探索人生的感覺 好像人生又活過來了 活得真好 竟然有這麼特別的一個蛋糕 嗯 這個人生真是太奇妙 可以這樣到處玩 然後吃到這種不同的伴手禮 然後呢 只要在我的北海道女具店長都可以買到嘛 那整個這個北海道伴手禮 大佬的第十波啦 我現在不只這個有訂購的朋友 也跟我們一樣在探索北海道的伴手禮 那就我住在北海道的這個人來說啦 其實很多伴手禮我都沒吃過 甚至呢 我在販售的時候呢 才會看到這些伴手禮 那也因為這一款非常特別的伴手禮 天皇也喜歡的伴手禮 我們的處角 也慢慢到延伸到這個本州跟東京的地帶 那其實那邊的這個伴手禮 其實也相當的有特色 只是呢 我比較少跨過去北海道啦 所以呢 這一次 第一次跨到本州去 就推出這一款 日本天皇也喜歡的伴手禮 品項相當的多 超豐富的 然後呢 你只要在我們的預購啊 前幾天預訂的話呢 我保證齁 在耶誕前 絕對可以收到齁 你可以收到這個耶誕禮 去送你的朋友啊 或者是給你的小孩吃 是不是非常的有面子呢 因為你在台灣 絕對看不到喔 這一次購買 第十波的人呢 還有送這個耶誕節的這個提帶齁 這個提帶的目的呢 就是可以把你這個伴手禮啊 看你小朋友喜歡哪一個 比如說你小朋友喜歡這一個伴手禮 你就放進去 就是這個包好啊 放他的傳統 隔天早上他就可以收到 耶誕老公公Jerry送來的禮物喔 是不是很surprise呢 這個帶子也非常的漂亮喔 那不只可以放我的伴手禮啊 那你拿這個帶子啊 你要放什麼這個 鑽石啊 項鍊 黃金都可以喔 對不對 非常的應景 然後呢 這個帶子有兩個顏色 是藍色跟紅色喔 是隨機免費贈送的喔 這一次的伴手禮真的是非常的豐富喔 那最後呢 就是很謝謝大家對悲哀道女婿支持喔 我們的伴手已經賣到了 第10波了喔 已經快一年了喔 那其實我們的業績呢 其實是 慢慢的上去喔 節節長紅 非常的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喔 那很快呢 我們下個月還會推出這個 這個新年的伴手禮喔 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悲哀道女婿喔 那今天這個 伴手禮影片就到這邊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喔 我是悲哀道女婿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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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影片